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祝福你今天很真实的经历 神的爱和神的恩典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有高山低谷 有很顺利的时候 也有很挫折的时候 有会让我们担心心中很忐忑的时候 特别是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抉择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在祂的生命当中每每遇到一些这些很重大的 一些事件要发生的时候 祂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祂和我们一样 我们会担心 祂也一样会担心 我们会心中很忧伤 祂也会忧伤 耶稣神来做人 祂经历了很多我们的感受 祂感同身受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祂不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的忧伤 我知道你们担忧 而且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个榜样叫做 祂知道怎么去预备自己 面对这些在生命当中很大的冲击 祂用什么来预备呢 用祷告 昨天和你说 在面对 耶稣要选12个门徒 祂祷告 克基玛尼园要面对走上十字架 祂祷告 而这段时间分享 耶稣要跟门徒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祂要进耶路撒冷 然后要受难 而这个过程其实是门徒不期待的 门徒期待的是祂来做王 祂成为弥赛亚 祂来做王 可是现在耶稣说 不是 其实这不是我要来的目的 对门徒一定也是很大的冲击 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耶稣花时间去祷告 预备自己 然后祂问门徒说 别人说我是谁 有人说你是一个先知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等等 然后耶稣说 那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问这些跟了他三年半的 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 他们看见耶稣讲道 看见耶稣行义能 医病赶鬼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 死人能够复活 他们跟了耶稣这么长一段时间 耶稣现在问他们说 那你们说我是谁呢 每次我读到这里 我觉得神也在问我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 我一出生就在教会里面 六十多年来 我没有离开过教会 主说是 我知道你也在这里面 经历了很多事情 你经历神的恩典 经历神的祝福 经历神的爱和恩典 很多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 你认不认识我 经历神跟认识神 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两个很重要 认识是我真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以为神 而经历呢 是我不只知道 而且我真的经验 我知道他会行神迹 我经验他的神迹 我知道他是爱 我经验他的爱 我知道他的公义 我经验他在公义里面管教我 也许我们也都对神有一些经历 特别在你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神怎么样带你走过生命的道路 但是接下来我们也要来面对 耶稣问门徒 今天也许也问你和我 我们认识神吗 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 求主帮助我们 N.36 读圣经 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 帮助我们认识神 而且真认识神 也就是说 不是我想象出来的神 而是他真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求主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 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